搜狐时尚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余文文 其实大家平时也有在各种碰面 我们在群里面也会经常的互相联系 所以今天在现场碰面呢 就有种朋友许久没见 然后都是网友相见的那种感觉 其实这一次呢就穿了裙子嘛 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反而是穿的比较酷帅啊 然后我今天还跟小爱开玩笑说 我们两个应该是穿错了衣服吧 你应该是穿我这个我应该穿你这个 其实我觉得时尚就是多样性嘛 不分一定要统一固定的一个 每个人都是一个样子的嘛 我本身也是很多变的 2022对我来讲是非常幸运的一年 我非常感恩有一个机会 能够让大家认识到我 要喜欢我啊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一份喜爱 我会永远记在心里面 同时我会不停的鞭策自己 要继续努力不能懈怠 我不知道其实我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思路或者想法 我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穿搭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感觉想舒舒服服的 那可能就是慵懒风 那有的时候就是觉得今天我要酷一点帅一点 那我可能就会去挑剪一些比较帅气的衣服 今年的新专辑叫做是我 是我的 是我 然后是我的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 里面收录的歌曲都是由我自己作曲的 我觉得还是延续自己的坚持自己的风格吧 除了有一首大家已经听过的就是刺猬嘛 是因为参加完乘风破浪之后 对自己的唱跳作为一个延续性的发展 所以做了这样的一首唱跳单曲 除此之外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但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 就是要勇敢一点啊 其实人生就像打游戏一样 不停地闯关 然后从中得到快乐也好 悲伤也好 难过也好 或者幸福也好 这都是一种体验 我觉得没有对错 所以体验越多 也许就是越是丰富的一种表现吧 因为外国人是在水中的时候 我们都在晒天见 不明显这种表现 就是说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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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 没错 明显楼还是面会比较 越来越多